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上天的郭政彤在這裏 還有惡艾力在這裏 我們就要說利君雅正式沒得混亂 接下來他就要被踢出港台 究竟他會不會回巴基斯坦 還有新潮民有些新建議給他 讓他不用那麼愁 我們一會兒就回來說這件事 接著就是美國有腦屈我們中國 上次他屈不了我們新疆 這次他就向我們中國的一帶一路國家開刀 就說到我們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國家裏面 他強迫那些人做事 還說到自己有深度訪問言之作作 我們看看他有什麼證據 再之後就是今天又有區議員宣佈走路 其實這陣子大家都聽得到 為什麼這次我們要說 原來這次突顯了司法界的一個缺陷 稍後回來我們就看看他是一個什麼人 又因什麼時候會走路 在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就說一下利君雅今天有傳到 就已經被港台正式解僱了 接下來利君雅就要在五月底正式執包袱離開港台 那究竟利君雅接下來有什麼去向 他會不會回巴基斯坦 這些都是我們很關心的問題 不過其實利君雅是不愁無出路的 這個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首先整件事折騰了那麼久 由利君雅在17年10月轉投了港台之後 去到今天利君雅不知不覺已經在港台做了三年半 受害的當然就是我們這些觀眾 其實利君雅就已經很應該在去年10月 她的三年期試用合約完結之後就要走了 不過那時候由於廣播處處長還未換人 所以利君雅在完結了三年試用期之後 都獲得120天的續約 如果不是我們正常陣營的人不斷投訴利君雅 利君雅一早已經轉職成為正式公務員 而至於利君雅在上年獲得續約的120天合約 就是因為管理層方面說要重新啟動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就是涉嫌利君雅在19年7月至19年11月期間 也就是搞事時期最高峰的時候相關的投訴 而管理層那裡也說到利君雅逐約120天 在這段期間就會調查究竟利君雅的投訴成不成立 如果成立的話就會解僱 誰知道又令我們市民再一次失望 120天過了之後又有另外一個120天 港台的管理層就說由於對利君雅的調查還未完成 所以又和他再開一份臨時合約 當然也是120天 不過這次和上次有些分別 利君雅在續這份約的時候 港台管理層也說到利君雅的公務員試用期就正式完結 而他的公務員約滿籌金也被扣起 其實我們之前的一集節目已經說過這個動作很有可能 代表了利君雅在簽完這份最後的120天合約之後 就很大可能會正式拜拜 所以今天我們收到這個消息就是說到 有些傳媒說到利君雅已經正式被港台解僱了 都不需要多疑 這是一個肯定的消息 因為我們從之前管理層的動作也可以看得出這一點 關於利君雅野火的表現我相信大家都從不同的媒體都看過了 在這裏不再多說了 究竟利君雅離開了港台之後可以有些什麼去向 很多人就說到利君雅很有可能就加入一些黃媒體做事 因為到時他就可以發揮他的所長 也不需要勉強說一些他不想說的東西 而這個聘用的黃媒最有可能就是加入杜汶澤旗下的媒體做事 之前杜汶澤已經開到聲說 對這個非法拿了別人車牌資料去做節目的港台編導蔡玉玲 就開了一張終身聘用合約 杜汶澤還說到這份合約就包足蔡玉玲一世淡定舞弊 直至到蔡玉玲單方面說想不做為止 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杜汶澤能夠包人一輩子 但是杜汶澤能支持蔡玉玲 沒理由不支持利君雅 利君雅還有標誌性比蔡玉玲 所以很有可能在我們拍片的這一刻 杜汶澤就會出來說 不要緊利君雅你被港台炒了我杜汶澤請你 不過在簽約的時候我們很有可能就會在條款細節裡看到 利君雅的月薪是一個月十萬 不過就不是港幣十萬 是印度勞比布十萬 也就是根據現金匯率折合港幣 都剛剛過一萬元 還有就是包你吃包你住 不過伙食安排方面就由你們同鄉負責 至於住了 杜汶澤就說到在重慶就租了個單位給你了 什麼杜汶澤也要派人在中國內地做事嗎 哦 杜汶所指的重慶 並不是我們中國的直轄市重慶 是尖沙咀的重慶森林 哦 這樣 不過利君雅也有另一條出路 大家都知道 雖然利君雅就是巴基斯坦人 不過他很喜歡尋求所謂的真相 又喜歡問人睡不睡得著 或者叫人說人話 所以杜汶澤也好 其他黃媒體也好 很有可能 接下來就會派利君雅去印度尋求真相 很多網民就說到 既然利君雅這麼喜歡尋根究底 那就不妨建議利君雅可以遠赴印度 尋找印度病情爆發的真相 上面還可以在記者會那裡質問印度總理莫迪 說到現在的病情爆發到周圍都是 究竟你睡不睡得著 然後可能印度總理莫迪就不展示他 這個時候利君雅就可以在記者會上大喊 莫迪講人話 不單止這樣 到時利君雅還可以邀請莫迪 上去印度的節目 《老點31》那裡做嘉賓 若然利君雅真的夠膽這樣做 邀請莫迪去到《老點31》 再好像他在港台視點31的表現 去質問莫迪的話 我想他想離境也難 以上種種的可能 都是利君雅未在港台做之後 很有可能的發展路向 除了去印度做節目之外 我想他沒有這樣的膽量 我們到時就看看 究竟哪間黃媒會請他做事 究竟是《獨國》 《杜汶澤》旗下的媒體 還是《立場新聞》 還有港台炒了利君雅之後 就引來很大的風波 現在很多黃媒說到 除了港台炒了利君雅之外 還說到港台現在刻意拆除他以前的節目 那些黃人就說 現在港台就將他們放在YouTube和Facebook 過了一年之後的節目就會拆除 就表示港台想消滅歷史 新任的港播處處長李百全就說到 其實港台的這個舉動就是要和他們的港台網頁做回一個一致性 因為港台網頁也會將擺了超過一年的節目就會查取 沒有理由港台的YouTube和Facebook和港台的官網步伐不一致 所以為了作出一致性也會將一年前拍的節目就會查取 也就是代表了在去年6月19日已經停止製作 拍了31年浪費金錢的頭條新聞節目也會在網上看 還有黃人就說到很多得獎的節目都沒有了 例如每年的6月4日節目記載佔中的節目 還有那些他們覺得很珍貴的19年搞事節目 全部都沒有了 因為全部都過了一年限期 就說到這些節目記載著香港的歷史 所以現在就要爭相去下載 來儲回紀錄 這真是好笑 據我所知港台的6月4日節目 主要的背景都是說北京當時的搞事學生 影片裏面大部份的場景都是在中國內地 這樣怎樣查除香港歷史法 你這幫黃人經常都要說到尊重一國兩制 叫中央不要加以干預香港 那你現在這幫黃人也不遵守規矩 說明一國兩制那你又去干預內地 還有很多黃媒很嘆息說到鏗窗集這個節目 它是港台的最王牌節目 由2016年7月1日到今天 鏗窗集的觀看次數有7800萬次 如果沒有這個節目就會很可惜 我們計算一下 新潮民開台一年 鏗窗集說有7800萬的觀看次數 是用了五年時間去做的 而我們新潮民一年裏面 也有7600萬次的觀看次數 但可以很肯定一件事就是 我們新潮民一年以來的營運開支 都不及鏗窗集一集節目 所以很多人說到 我們新潮民簡直是 咸魚的價錢做到燒鵝的味道 亦反過來說 從前的港台就用燒鵝的價錢做到咸魚的味道 所以接下來新任的廣播處處長李百全 我們都看到他是有魄力的 不過港台裡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那究竟可不可以咸魚翻生 來做燒鵝的味道 其實我們的內心當然想這樣做 不過現實又容不容許這樣做 我們就不太看好 不過無論如何 我是欣賞李百全這個人 起碼他是有魄力有決心 想改革港台 今天又有區議員走路了 而這名走路的區議員 就是剛剛被DQ了的土瓜華議員李軒朗 李軒朗只有27歲 他昨天在Facebook說到他現在已經身處在外地 在這三年間由區議會到立法會 最後到公民議政平台 他一度用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但這些東西一一都被政權打壓 而面對現在很多志同道合的戰友都已經失去了自由 他自己現在又面臨了很多官司 他很怕被人砌生豬肉的情況下 經過一輪內疚又悲痛的掙扎 他決定離開香港到海外繼續抗爭 雖然他說得言之作作 大意想完 但其實我在這裡跟你說 他只不過是一名老千仔 英文就叫Odowson 那這名老千仔在2019年 出選一個土瓜華區議員的時候 老千仔聲稱得到 一個國際形勢專家沈旭暉 和黃教師劉曉麗的支持 結果在明星效應底下 他順利當選了土瓜華區議員 但在今年3月他就被人踢爆 他所謂的得到支持 原來老千仔只在WhatsApp問人家是否支持他 人家根本沒有回答覆過他 結果他當然被人告到法庭 最後還被裁定非妥為當選 法官看過證供之後 就發現其實他當選 很大可能是涉及選舉舞弊 還將法庭所搜集的所有證供 交給刑事檢控專員 要求刑事檢控專員 在未來這段時間跟進 其實除了選舉舞弊 他還在搞大查犯 就在去年2020年 原定的立法會選舉提名結束期完結前的3天 他就火騰了元朗區區議員 黃伯宇 就宣布會參加立法會的超級區議會選舉 大家都知道因為病情 其實當下也有很多消息說到這個選舉會延遲 終於不乎所料 政府就宣布選舉需要延遲 而政府也會包辦所有候選人 當下花了一個經費 而在這個時候 只參加了三天立法會選舉的 黃伯宇和李軒朗 他就說到這次的選舉 他用了489萬 而這些經費究竟花了在哪裡 他們就說有20萬 就去了形象指導 我們在這裡放他們兩個照片 你們覺得20萬可以指導他們什麼形象 他們的樣子根本就沒得夠 有50萬就用了去廣告費 而最誇張的就是有450萬 是用了做選舉服務費 而提供給他們選舉服務的 就有一間叫做You Make This的公司 而因為他們報稱的費用非常龐大 甚至乎用誇張來形容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在上假2016年 當選舉還是正常的時候 一個超級區議會的候選人的費用 只不過是693萬 而這兩個人只單單參選了三天 就已經花了489萬 最後發言 聲稱給了450萬的這間公司 背後的老闆竟然是沈旭暉 當我們的警方進行調查的時候 就搜查了李軒朗和黃伯宇的家 就發現了大量虛假的報價單 還在黃伯宇的家 搜到25支仿製的工具 事件已經報導之後 沈旭暉第一時間出來割席 他就說到一切他都不清楚 所有事情都是他的partner決定 而就他自己沈旭暉所知 他只不過報銷了一張2500元的單 試圖把這些東西推到一竿而正 為什麼一個李軒朗年紀輕輕 就已經這麼大膽和這麼有技巧 做一些我們會計界行內叫做數的事情 原來翻查資料 原來就在他讀大學的時候 他已經是中大學生會 財務委員會的主席 我相信他在這個位置 就學會了很多製造財務報表 報稅等等這些技巧 再加上17年 他當選了一個學聯的秘書長 同期他當選了之後 他又立了一條新規條 踢走了原有的政府秘書長 一權讀大 之後隔了幾個月 他就搞了一個香港專上學生會 抗爭者支援基金 你說年紀輕輕就懂得用基金賺錢 其實就著選舉舞弊 和製作虛假文書 握選舉經費 但是這兩件事他是在受擔保的 我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法庭沒有叫他交出旅遊證件 他騙的數目也不少 489萬 這樣真的非常突顯到 我們司法有一個很大的流動 讓這些搞事分子 搞亂我們香港 掃一筆錢 拍下屁股就可以走 現在還有一個黃白羽還沒走 我就很希望法庭要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包括他們黃人的BNO 不要讓這個又有工具又騙錢的人逍遙法外 之前美國屈我們中國 新疆省的棉花產業強迫一些人勞動 令到我們中國 新疆省很多居民都紛紛走出來發聲 譴責美國 搞到美國這個陰謀不成功 還反而令到我們中國 有空前這麼大的團結 美國吃完一次虧之後 竟然還死心不惜 這次又再拿這個強迫勞動這塊牌出來 冤枉我們中國 但這次美國學了 因為他知道 如果冤枉我們中國本土的人民 肯定很多人會出來發聲 拆穿他們這個謊言 所以這次美國 就找了他們的一些影子機構 出來冤枉那些和我們搞一帶一路的國家 就說到我們中國 派到那些國家幫他們起鐵路 搞建設那些工人 是我們中國強迫他們勞動 還說到我們中國 送了工人過去之後 又要扣他們的護照 還逼他們使用非法簽證 其實你美國也不用腦 這個年代 你要搞一張非法簽證 費用分分鐘 比你搞一張正式的簽證 傻子 然後又說我們中國 拖欠工人的工資 在他的套餐裡面 就一定會包括 冤枉我們中國限制人家自由 而且這次又是涉及到一些勞工的事情 所以美國一定在這個套餐之上 再加多三元 冤枉超時工作 那個機構出這篇報告 他怎麼證明自己的真實性呢 他就說到 從去年的七月開始 我們這個機構已經聯絡了 整百個中國人 這百個中國工人 他們全部都在那些 一帶一路的完善國家工作 而且當中還有一些是記者 還有一些是當地的華人義工 我們的組織就跟他們做過深度的訪問 而受訪的中國工人 他們跟我們的組織說 為什麼選擇去那些一帶一路的國家工作 因為在中國內地賺錢很少 所以就以為去外國的情況會更加理想 這次我們這個機構是獨家突發爆料 你們中國不能走的了 這條罪 很明顯這個機構屈人之前 自己就沒有做足功課 首先 在內地的人工 現今這個年代來說 就已經不是少了 雖然可能跟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工 都還有少少距離 但是在待遇上面 我就從一些內地的招聘網站上查過 就例如一個基本的建築技術園 做一些土木工程的 內地的一些招聘廣告 在薪金方面已經標示著 每個月八千元人民幣起跳 而且福利方面 更好過利君雅在杜九做事 除了包食包住之外 還有交通的補貼 還有五險一金 五險一金我們平時在香港很少聽 大概的意思是 就是幫員工買了保險 例如一些醫保等 都做足了 這個八千元起跳 只不過是普通的技術園 如果你去到一級的建造師資格 基本上 你在內地的人才招聘網 一找這些職位 薪金標示 已經是二萬元人民幣起跳 我們中國的發展 大家都有目共睹 而且我們中國是很愛惜人才 如果你還用十幾二十年前的標準 來看我們中國的話 你的資訊未免有些落後 還有就是 那個機構的報道還說 工人被迫延長他們的工作時間 說到他們一天工作要12個小時 還要全年做足365天沒有休息 全年做足365天沒有休息 如果中國是會迫工人做足365天 你每年都不會聽到 過年會有春運這件事 春節這個節日在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很神聖的節日 無論一年做得多辛苦都好 都總想找個時間休息一下 和家人團一團聚 你屈我們中國的時候 你也了解一下我們中國人的習俗 遠的都不說 現在五一勞動節 全中國周圍都是遊客 來自各省各市 中國人都不知道放假放得多開心 接著他又提到 我們中國派去這一帶一路國家的地方 工作的工人有超過95% 他們的護照是會被人收走的 不讓他們回國的 你這個什麼機構 這麼神通廣大的 你可以找得到這些中國人 難道這些中國人 他真的需要回家 他沒有辦法回家 如果真的去強迫人家工作 不讓人走 不讓他們回祖國 我想歷史上最出名是你們美國這個國家 而且還說到在病情期間 我們的中國工人做不到檢查和測驗 所以就在我們中國人的工地和宿舍裡 大部分都中招 還說到他們中招之後 沒有錢買貴價機票回祖國 因為當今世上有哪個國家的人 他們是不夠測驗考試的試劑 而他們想回家鄉的時候 有沒有錢買貴價機票呢 這個情況暫時我們只在印度那裡看到 美國派一個這樣的機構 出來詆毀我們中國 另外在這裡就聯想到美國一個陰謀 因為之前拜登說 說我們中國搞一帶一路搞得很出色 所以拜登上場 又說他希望在別人拜他生之前 他搞一帶一路 搞美國版的一帶一路 美國人一向不會跟你公平競爭 所以美國人不是想出這樣的報告 詆毀你們的人權 然後就希望藉著這些輿論 來幫你拆路 拆了我們中國的路 拜登的路就可以上了 這個位於美國紐約的 說非政府組織其實是在暗地裡收政府很多錢 中國勞工觀察是什麼時候來的呢 2000年 2000年誰搞起的 又是我們的漢奸搞起的 這個有一個人叫李強 李強可能在中國也不行 又或者是海語 外國人給他的利益 他自己就是人權學者 然後在美國搞中國勞工觀察 簡稱CLW 這個CLW是2000年開始的時候活躍的 活躍了幾年 搞了很多事情出來 就不斷借中國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2000年開始我們中國的工業發展 都非常厲害了很多工人 分別於之後的01、02、03、04、06年 都有很多動作 就是不斷在工人的待遇上挑骨頭 大做文章 然後就要脅那些老闆 勞資雙方 要脅那些資級 要脅這個制度 在國際做成大量的輿論 來到中國的事務上挑骨頭 如果沒有東西被他挑骨頭的時候又怎樣 也有其他動作 就去混入勞工那裡 混入員工那裡 跟他們打成一片 然後教他們怎樣搞事 搞那些工會 即是李卓人他們很喜歡搞那些事 當然這些全部是私情美國的 教他們怎樣搞事 教他們怎樣爭取 所謂爭取自己應有那份 其實就是爭取更加多 那你作為勞工我當然是有多少立多少 思想又單純 他只是想如果我吵完之後 可能會賺多些錢 這樣而已 他們當然是何樂而不為 但他不知道後果會怎樣 大家記不記得前一段新聞 就爆了一個人叫做李亨利 說他贊助過香港搞事事件 贊助過長毛他們那些人 李亨利就說他剛剛進行的時候 在機緣巧合之下 他可以接觸到一個 美國那邊漢奸組織的一個大人物 叫做楊建利 那楊建利是什麼呢 楊建利就是當時八九年 在中國搞事失敗之後 要逃去美國的所謂人權學生 那楊建利曾經在中國坐過牢 為什麼會在中國坐過牢 就是2002年那時候 就是這個CLW 這個中國勞工觀察組織 開始了不久 那時候 在中國的東北部 又有一些工潮 那一有工潮的時候 美國就立刻要走過去 派人過去 來監管這個工潮 搞事搞得多順利 還有可不可以將他大做文章 變成國際輿論 然後就可以一鑊炒起當地政府 盡量去建立親美勢力 所以楊建利那時候 他明白不明白 八九年搞事之後 要逃離中國去美國 為什麼要挺而走險 回到中國境內 他還要回到中國境內 還要用假身份回進去 那該他斷政 當然被人抓了 抓了之後在中國坐 坐到2007年的時候 要靠美國 總統、副總統、國務卿 一起要人 那時候我們的 中共領導人胡錦濤 才算了 坐到差不多了 給你一個人理 所以新潮民經常說 這些工會 是出來搞事的 工會也好 學生會 都是出來搞事的 我來和制度對抗 老闆對抗 和政府對抗 這些東西原意是好的 原意就是做中間的溝通平台 做統籌和意見的轉達 令到勞資雙方 或者教育部門 校方和學生兩方 是有一個很和平的相處 任何事情都能夠進行得順順利利 但是往往有人的地方 就有得煽動有煽動的話 美國佬就好像 像是野狗 聞到腐肉 全部都撲過去 細咬 還有我們新潮民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現在牽涉到一帶路的問題 就是我們中國 尤其是拜登上場之後 他說想搞好大西洋貿易 太平洋貿易 那些經貿協議 想承中國玩 那時候我們已經強調 這些行為是不對勁的 為什麼 很多商人和很多文人 就是普羅大眾都會覺得 一起做生意好 和氣生財 其實根本就不是 當你加入了別人的經貿協議 就會有大量這些監察組織 什麼關注組織 關注你幾十八樣東西 關注你人權 勞工 關注你食物環保 關注你女權 關注你工廠 旁邊還有動物 總之什麼都可以關注你 還有關注你探牌坊 什麼牌坊 什麼牌坊 用幾十八樣東西來關注你 用幾十八個角度 往你方面挑骨頭 然後跟你搞制裁 之後就要脅你 屈錢 或者我之前經常說 不屈錢的話 甚至聯合這麼多國家一起 逼你交出行業 都可以 如果不交 就大條道你出師有名 又打架又開波 這些就是外國的陰謀 在眾多這些監察組織 關注組織裡面 這些中國勞工觀察組織 其實2000年成立 去到2007年的時候 左右已經沒有什麼動作可言 因為我們中國工業發展 越來越繁榮的時候 我們的工人待遇也越來越好 我們中國經濟也越來越起飛 踏入了2010年之後 還有距今這十年 外國人都難以起中國 靠著這些勞工搞出什麼花樣 所以一直以來就沒有什麼動作 直至到現在 我最近 因為中國要搞一帶路 連這些荒廢的組織都要拿出來 其實表示他們搞中國 搞得來 開始已經沒有什麼牌了 以前的舊牌都要拿出來用 至於全世界 但我們中國人黑苦內勞這件事當然 我們中國人一做十幾個小時的時候 一這樣做的時候 外國當然是跳過頭 趁機說他們都是被迫的 不是他們是自願的 所以他們才欠你這些位置 欠你這些工作機會 所以你們之後才出來反他 我那時候去意大利也是這樣的 那時候意大利 我剛剛到那時候 那裡有工潮 不是工潮是什麼 不是中國人工潮 意大利工潮 我投訴中國人拿完他的工作機會 說怎麼搞錯 中國人一做十幾個小時 每天我們怎麼爭 就是現在我們中國人 自願做事做得多 自願黑苦內勞是不行的 你又要吵 吵就吵不了 之後就拿這件事來做新聞 什麼我們中國人黑苦內勞這件事 真的令到你們這麼妒忌嗎 真的令到你們這麼眼紅嗎 所以從這份老作獨家報道 我們都可以提出 他們的出發點是很西方式的 例如他就說到中國工人 在這些一帶一路國家的時候 試過做十二個小時 這一點是一個很大的破綻 就以我們香港為例 如果有人告訴你 去工作試過有一天 或者試過有幾天做過十二個小時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有時候OT起來 真的會做十二個小時 但對於西方人來說 這件事大劑 他們聽起來很容易 簡單來說 我們會計界的人 很多時候都十二個小時 我真的一個月 起碼有一個星期做十二個小時的工作 所以你也是屬於被迫勞動的範疇 不知道各位又怎樣看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